凯免台湖来袭花东地区首当其冲 南横山区在22号出现了奇特的红色闪电景观 市区也是闪电不断 气候变化和平日不同 台东知名酒店也用缩时摄影机拍下了相关的画面 让人得以一睹台东壮阔的夜空之美 天空闪起一道火红色闪电 接续黄色闪电亮起 也使整个天空景色相当精彩 有天文专家表示 是中高层大气往高空喷发闪电 所产生的巨大喷流 顶部红色区域有人称为红色精灵 而能拍到喷流相当罕见 由于受到凯米台风来袭 花东地区首当其冲 南横山区22号晚间出现奇特的红色闪电景观 市区也是闪电不断 气候变化与平日不同 台东气象站表示 闪电是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 因而造成云间放电或对地放电现象 而台东知名酒店用缩时摄影录下闪电画面 也让人得以异度 台东壮阔的夜空之美 就中介台东整理报道